76年前,半数以上的巴勒斯坦人在阿易战争当中被驱逐或逃离家园 他们中的许多人沦为世代居住在加叉地带的难民 76年后的今天,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历史不公,不仅没有得到纠正 反而进一步加剧 今天的加叉地带残垣断壁,满目疮痍 伤病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 饥饿者难以获得基本补给 逃难者不知何处可去 人们不禁要问,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还要延续多久 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何时才到尽头 中方坚决反对把战火扩大到拉法 反对针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 支持建立1967年边界为基础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 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支持巴勒斯坦早日成为联合国政治会员国 中方将继续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尽快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让巴勒斯坦灾难日永远成为历史 实现巴以两国和平共处 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和谐共存